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任务旋律攻略 名字叫forgettable tale 这里有一个指挥官 还是这个矮人城 我们先点击跟他对话 选择very interested 非常感兴趣 他让我们去做事情 选择yes 继续选择yes 开启这个任务 闪过一个小动画 forgettable tale of a drunken dwarf 这个是任务的全名 13新版本当中它是这个名字 这里我们就闪到一个房子的外面了 我看一下背包里带的东西 金币戒指 大麦 seed deeper kebab 啤酒 空啤酒杯 传送一些项链 还有两桶水 一会儿我们要发酵做酒 这里有一个drunken dwarf 是一个醉酒的矮人 选的第二个选项 给他一些啤酒啊 继续跟他对话 我们身上有三杯啤酒 看来我们现在还能吃到的 它吧 我还能吃到那里の中西 一会儿 崩溃 最大辇箱 一会儿 我个人吃到有这里 面对 我看到天空的街上 他围着这个酒吧在外面转,这个我们要找一下 继续点击跟他对话 我们还缺少东西 还缺少东西 点开日志看一下 四个cada hob seeds 我现在只有一个,需要四个 这里我们点击这个上楼进这个城堡里面 然后这边下楼我想先去那边银行里面找一找 看我这个银行里面有没有这种种子 厕所 potat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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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字幕友很可以 很高 Так 好 好 好 走 回到这边 我们把这个土豆给它 看它是什么情况 这里他需要我们一杯 The Woman's Tod的这种酒 我们往南部走 这里在那个矮人雪山下 那个矮人的底下那个隧道里面 它那个桌子上面有 我们这里去先去做这个矿车吧 先要买票 选择tickets Wide Wolf Mountain 这里是100金币 选择这个 不能买错 然后点击那个 这边插线指示的这个矿车 坐这个矿车去那个白雪山那边 正好到了这边啊 正好到这边就是这个矮人这个地下隧道这边 这个桌子上有一瓶这个The Woman's Tod是一杯 拿到手 我这边有个矮人继续给它点击跟它对话 选择第一个选项 我给你一瓶啤酒 你感觉怎么样 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继续买票再回去啊 它这个桌子上这个The Woman's Tod还是蛮有用的 以后可能任务还需要 所以我们把它都拿着 现在我们身上好像有三个那种种子了是吧 总共有四个 从它买票 然后选择地下隐人城 100金币啊 坐上矿车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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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瓶啤酒 点击对话 现在我们出去啊出去到这个这个西边这有一块空地啊首先我们需要一个rack这个耙子去把这个地给排点击跟这个人对话哦这地上有我们随便捡一只这有一个耙子这边有一个这个算是gardener这个园艺师吧点击跟他聊天 然后就在这边上有一块空地把这个地排一排把杂草除一除等一下我们要种东西啊种种子 我现在是把这个叫cout seed这个放在这个上面放在地里面给它种进去 然后就等15到20分钟 这有点烦啊好了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等了一段时间了 现在我们需要去那个去收割那个cout of hops啊已经等已经是说过了15到20分钟我们传送到微畅 从拍卖行走 从拍卖行左边的一个火把门啊 右键可以直接travel啊传送到那边过去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这新版本装有戒指可以直接传送的啊 这里我不知道旧版有没有戒指搞不清 这里边点击右键啊travel就过去 然后带把这个铲车啊spade 继续矿车滑过来 还是回到那块空地那个地方 已经是不是空地了 已经是长长了一个hobs的那个东西 什么叫什么种子我也搞不清 等着我们要去把它收割掉 先上楼再过去再下楼 点击这边收割 长得挺高的这种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然后现在是酿酒啊 需要去酿造这个环境 需要一个这个be a glass 我们从那个银行里面拿一下 空的这个啤酒杯 刚才我存在这个银行里面 好的我拿一下可以了 我再拿一点跑步药水 跑步比较消耗药水 很奢侈啊 这游戏跑步都要要药水的 非常的奢侈 我拿东西了吧 我再回去以后看 拿着东西 C C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东部的这个地下矮人城啊 这边有一个小房子 房子这边有个小楼梯 我们要爬上去 爬上去这边有一个桌子上有一个这个pot啊 把这个壶给他拿着 边上有个人 给他对话 选择第四个选项 选择第一个选项 继续选择第四个选项 从他买大麦芽啊 然后跟上一些大麦的事情 然后要发酵一些东西 现在我们这个往这个大桶里面倒这个两桶水 小桶水啊 我们背包里面有这个水 把它倒进去 然后把这个大麦 我们背包上面的barley malt 大麦还是大麦芽 把它放进去 然后这个hobs 是我们刚才种的这个植物啊 把它也放进去 然后加一桶这个Ieast 这应该是酵母 应该是酵母 然后还要等15到20分钟 好了 这个时间过去了啊 我们刚刚是完了一会儿 现在我们继续上楼 上楼的边上有一个这个 阀门啊 点击转一下 然后用一个空的酒杯子 接一下它这个东西 就出来这个cata start 然后我们下楼 把这个start给这个矮人啊 选择第二个选择 选择第二个选择 嗯 这闪过了好几个镜头啊 就是他好像在就醉酒了 然后就是讲一些胡胡乱讲一些话 然后我们继续点击跟他对话 然后我们继续做矿车 最东南部的一个矿车那个就是conductor 他是一个售票员嘛 点击应该是跟他对话买个票 然后做矿车去 这什么要去去哪呢 点击跟他对话 选择第一个选项 现在我们要去议会那个地方 议会也就是在城堡中间 那个城市的中间 然后有一个主管 上面跟他聊天去加入他们这个协会 也就在那个东北方 进这个城市 然后往东北方一个楼梯爬上去 加入叫巨型矮人 那个叫议会 协会 他们有分好几个分支的 矮人有好几个这个分支 这Bluopo这边选的第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继续跟他聊天 下楼啊下楼然后就是去跟这个卡的 station去那边做矿车那个地方的人 继续去聊天 他这里不让我们佩戴任何武器好的 我们把这个斧头给他去下来 顿发也不可以 孙峰 Rivの尽顿巴也不可以 收取 前 以及这边有个小矿车把它坐上去 应该是新开的一条道 这里就是到这个 内部里面有一好几个一个像解密迷宫一样的东西 这是对 哎我这个游戏应该没调好这这这个对话框显得有点小 然后这边就是操纵杆操纵然后就是给它指令 让这个矿车怎么运行啊旁边有一个这个机器 哪地方亮点哪里就行了 这是老板的他这个有这个插件很方便 ok 点ok 到达这个终点把这个盒子搜一下 然后再做吃再回去 继续下一个地方 那都是 好几道的 好几道这个流程 我知道 不会有点 imposing 董 然后就把这个 一个般盒子搜一下 orf Zu出 thirst 大方 Algun更新准事 是怎么技能的 誓带 其中卑 manger 有mem 确 真 热 sen z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出来了就是进入一个内部的一个矿景里面 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地方 让人偷听他们讲话内容 这就是什么红斧头那个矮人在商量一些什么事情 这就是这种东西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爬出去啊 这个爬行的姿势很奇怪 洞边有这个出口 爬出去 又来到一个有矿车解谜的地方 这次应该是比较复杂 多点几次 我记得之前做新版本做这个任务 做时间挺长的 因为它没有这个插件 这老板就简单 哪辆点什么地方 这次应该是比较复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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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比较复权的地方 是比较复权的地方 然后那边她是比较复权就能拴运 拿下 开水 这里有书柜搜索这个书柜 然后再搜索一下这个箱子 点击随便阅读一下 继续选择搜索一个箱子 随便阅读一下就行 然后再出去 这是个图书馆 图书馆好神秘啊 选择第一个选项 继续进入更深层次的这个地下洞穴 还有一个啊 这总共有三个这个地下矿洞 这个小人物已经开始感叹了 这还是another一个是吧 这次好像比较更加复杂了 多点几次 这次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先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这次好像又到一个这个红辅兜这个这个这个爱人这个地方他们又在一个地方聊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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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